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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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和测试规模 然后是进行了一定的改造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中间的一些实践 那今天是主要分为这几个部分 首先我会简单介绍一下Gemeter 特别是他一些突出的特点 然后Gemeter他在一个很大规模的负载测试上 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所以在第二部分我就会说一下 我们是怎样对他进行改造 然后能够适配一个大规模的性能测试 另外为了提升我们这个测试工具的可用性 我们也是引入了一些基本的测试管理功能 另外为了增强对我们这个发压机集群的 一个部署和管理能力 我们后面是把它放到Kubernetes上进行部署 那这些会在第三和第四部分中间涉及到 最后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后面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的一个展望 那首先就是简单介绍一下Gemeter Gemeter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源测试工具了 它既可以用于功能性测试 然后也适用于性能测试 那Gemeter它是提供了一些很丰富的组件 使用者就是可以通过这些组件来创建自己 或简单或复杂的一个测试场景 那在测试执行的时候 Gemeter它会根据用户指定的一个并发数量 然后去创建相应数量的线程 然后根据这个脚本的逻辑 去用这些线程模拟一个测试场景 对于初学者来说 就是如果是创建一个简单的测试场景的话 Gemeter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但是如果后面需要构建一个复杂的测试场景 那么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学习曲线 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练习时间 另外的话Gemeter它还缺乏一些 就是好用的debug机制吧 所以可能在构建复杂场景上面的话 还需要付出一些功夫的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 Gemeter还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 构建测试场景的这样一款工具 那最开始的时候 Gemeter它是为了测试web应用而开发出来的 后续发展的话 它已经可以拓展到不同类型的应用和协议上面 除了常用的HTP、HTPS之外 还有一些内置的协议支持 像TCP、FTP、JDBC等等 那个Gemeter它本身也提供了一个扩展框架 那么就可以让使用者通过自己去开发 定义一个Gemeter插件 支持其他内置不支持的一些类型和应用 那像我们那个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的话 因为我们公司主要是物联网行业的 那么MQTT协议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自研开发了一个MQTT协议的测试插件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物联网协议 像Cope、Lightweight M2M 我们都是自己研究这个Gemeter插件来进行支持的 那像我们客户这边他们也有一些使用的场景 比如说有一些客户他在测试过程中需要用到国密算法 那像这个算法他其实Gemeter内置也是不支持的 如果他去用Gemeter内置的一些像BinShell之类的 可支持编程的组件来进行测试的话 那其实会对性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BinShell并不太适合用于这种大规模扶载的场景 所以这些用户他可能自己也是比较倾向于去自己定义开发插件 然后来实现这个测试场景的 那像Gemeter他除了一个Vid界面编辑之外 他也可以支持Command Align的这个方式 另外再加上我们阿帕奇社区它本身一个很开放很强大的支持 所以就我们的业务场景来说 就是Gemeter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这边这个截图就是一个Gemeter故意与脚本编辑界面 然后我们这个展示的是用我们的MQE插件来写的一个脚本 主要是用于测试MQT的一个消息订阅和发布 然后Gemeter它虽然说在场景构建还有一些性能测试上是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 但是它如果面对特别大规模的一个负载的话 也是存在一个局限性的 像单台Gemeter它这个并发能力 受到机器资源 还有它测试的具体应用和服务的差别 它其实是有所差异的 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试验来看的话 就是一台八核的机器上面 跑Gemeter可能它最多能支持的并发数在几千不到一万这个样子 那Gemeter它本身也是支持一个分布式部署方案 在它这个方案当中呢 是有一台服务器是作为一个主控节点 就是这个Master 那剩下若干台服务器是作为这个工作节点Walker Walker它是负责与被测系统之间交互 也就是对被测系统发出压力 而这个主控的话它会负责向被测 向这个Walker去分发任务 然后协调测试过程 并且还要负责收集各个Walker 发送过来的一个测试结果数据 那由于这个主控机它本身的一个架构的问题 它如果在并发特别大 然后Walker数量多 并且测试结果数据庞大这样一个情况下 它就很难去支撑这个测试规模 就成为了这个瓶颈 那我们这边测试过的一个就是 基于分布式解密特的这样一个部署上面 如果这个主控机也是一个八核的机器的话 它整个分布式部署的解密特能够支撑 几万到十万左右的测发量 如果说我们希望它能够去负责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测试的话 就是可能就力不从心了 一方面的话 因为这个主控机它要负责处理消息控制流和数据流两方面 这个数据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是它缺乏足够强劲的中间件来帮助它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用解密特去完成我们日常所需要的客户提出的一些测试场景 那我这里就列举了一个实际客户提出的一个需求 这个客户的话它是需要用我们公司的那个MQTT Broker集群EMQX去接入一千万的物联网设备 然后等这些物联网设备接入以后 它要在上面进行这个消息的分发和订阅 那总的消息吞吞量是在一百万的级别 那为了验证我们这个MQTT MQX的Broker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们这个Xmeter测试工具就是去进行了一个性能测试 然后在这个测试场景中首先是会模拟这个一千万的物联网设备接入 然后挑选其中个25000个客户端分别作为模拟发布客户端和模拟订阅客户端 那发布客户端和订阅客户端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 然后进行一个消息的收发 也就是说发布客户端它会每一个发布客户端 会向一个主题去发送消息 然后这个主题上的消息都会被转发到一个订阅客户端 那么在这个场景中发布客户端 每个发布客户端它都会在每秒发送二十条消息 那么25000个发布客户端它总的一个消息吞吐 发布消息吞吐量就是五十万 那同样这个订阅客户端它的订阅消息总量也是在每秒五十万 所以这整个系统中整个测试场景中它的一个消息总吞吐量就是每秒一百万 那这样一个场景的话光用解密特它是没有办法去支持的 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解密特进行的改造 然后它是取适配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测试规模 所以在这部分我就会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去进行改造的 这边我们改造以后的这个解密特它也是分为有一个主控机 还有若干个Walker 那Walker仍然负责与备测系统进行交互 对它们发出压力 而主控机的话它一方面是会去向Walker发放测试任务 然后在测试过程中进行协调 然后这些都会涉及到一个消息控制流的处理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使用了消息队列来帮助主控机来完成这个控制消息的处理 另外对于测试结果数据处理上面 我们是引入了一个独立的数据处理引擎 因为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数据处理工作都扔到Walker端的话 那么Walker它的主要资源都是在于被测系统进行频繁的交互 所以它其实是缺乏足够资源来处理它的数据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把这个数据处理要转移到主控端 或者说就是参与主控端的这个工作化 其实也是需要有专门的一块独立的空间拨出来 来做这个数据处理的工作 我们这边的数据处理引擎是分为三层还有多个工作单元来进行的 首先的话各个Walker它会把自己产生的一个测试数据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汇总 然后发送到数据处理引擎的第一层 那第一层它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数据的分发 它会把这个数据分发到第二层 第二层它对这些大量的测试数据会做一个聚合 那经过这一层之后 整个数据量就会大幅减小 因为如果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 这个第二层它的工作压力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会把第二层设计成一个可以水平扩展的 有多个工作单元组成的这么一个层次 那在这个前提下 第一层它就会以一种文学的方式 把数据分发到第二层各个工作节点上 然后经过第二层处理以后 所有数据就会流入第三层 有第三层做一个最后的汇总 最后是把数据落到时序数据库里面去 那经过这样一个独立的数据处理引擎处理之后 这个数据流的处理这部分工作 就从主控节点玻璃开来了 那么主控机上面的压力就不会再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瓶颈 另外对于WALK的处理上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调整的 我们这边WALK它会安装在虚拟机或者物理机上 然后在每个WALK上都是会运行着一个测试代理 那在实际测试执行的过程中 测试代理会去启动它上面的一个或者多个GEMITO容器 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式它便于水平扩展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由于容器 它本身的计算资源是可以调整和配置的 这样的话也是方便了整个 就是使这个系统更加灵活一点 那通过以上这样两种方式之后呢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它的主控机就不会成为 性能测试中的瓶颈 然后它能够支撑的一个并发量 也就是完全取决于这个WALK群 如果说需要提升测试的并发量的话 只需要增加相应数量的WALK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是一个负载测试提交以及调度的一个核心流程 这个测试机就是WALK机器 那么在这个测试机上面的测试代理启动以后 它就会把自己注册到WALK的一个测试机节点上面去 那么同时它也会开始监听WALK上面的任务节点 而一旦从测试管理模块发送测试请求之后 这个测试请求也会被转发到WALK上面 那么监听的测试机它发现有新的任务过来了 它就会去争抢申请测试任务 这个过程中就会用到WALK的分布室所 防止多个测试机同时去修改这个测试任务的状态 那一台测试机它一旦抢到了这个分布室所之后 它就会去根据自身的情况计算 它可以提供了一个并发数 然后去更新测试任务里面的一个剩余并发数 把这个分布室所释放 供其他的测试机继续竞争 那这个过程就是进行 一直进行直到测试任务被全部申请完毕 那测试机一旦就是申请到任务的测试机 它在申请到一部分的工作任务之后 它就会在上面创建相应数量的解密的容器 然后把自己这个启动完成的状态发送到RapMQ 等待测试调度模块的下一步指令 而测试调度模块它会去 同步所有解密的容器的一个状态 一旦发现所有需要的解密的容器都已经就绪之后 它就会通过MQ向各个容器 发送一个测试开始的指令 那么测试机上的各个容器就开始 同时向被测系统发出压力 在这个测试执行过程中也会定时的向MQ 回发自己的一个当前状态 等于是作为一个心跳包的作用 那么测试调度模块 它可以在整个测试过程中随时掌握 然后测试的总体进程 然后把这个进程反配给测试管理模块 然后呈现给终端用户 另外测试机它在测试发压过程中 一旦收到被测系统发回来的一个 小运数据以后 那它就会把这些数据做一个简单的汇总 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处理引擎 最终是落到时序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测试管理模块也可以从实际数据库里面 实时的获取到这个汇总以后的测试结果数据 展现给终端用户 那测试运行到一定阶段 然后到了测试预定的执行时间之后 测试调度模块 它就会通过MQ向这个 解密头容器发一个测试结束的指令 那测试机上的解密头容器就会停止发压 然后结束它的任务 然后有测试机上的测试代理 对这些容器进行一个销毁 那这样一个完整的测试就已经提交完成 并且运行完成了 如果测试过程并不是这么顺利 比如说在测试运行过程中有 几台解密头容器 因为自身承受的这个压力过大 或者说网络原因等等 网络这些原因它没有在 能够正常工作 没有及时的向MQ 回发自己的这个测试状态的话 那么测试调度模块 它就会认为整个测试都失败了 那这样它就会像剩余存货的解密头容器 发足一个测试结束的指令 然后最终也是进入一个测试结束 容器销毁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个第三部分 我就简单说一下 为了提升我们测试可用性 加的一些测试管理功能 因为像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走这样一个 复载测试提教过程 然后通过Command Line方式 把测试结果呈现给终端用户的话 那可能对用户来说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在测试管理模块上 也是引入了一些 测试管理周期需要的功能 那这样的话 对用户甚至是 主要是对企业用户来说 就会有好很多 那么这边新增的主要功能 包括脚本的管理 然后定时任务管理 测试结果管理 另外还有实时的一个图形化测试报告 测试日志分析 以及测试日志报警等等 然后我们也为企业用户提供了一个 协作管理的功能 另外像备测机器上也可以通过 安装一些资源数据采集的工具 来把备测系统上的一些 资源数据与我们的整个测试工具 进行一个集成 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 我们这块部署相关的一些情况 像早期的话 我们之前说的那些Walker 都是直接部署在虚拟机或者物理机上的 那在安装的时候 就会根据当前的测试计划 去安装部署相应数量的Walker 那么在后期如果说需要进行增容的话 运维人员就是需要再去新装几台Walker 那因为Walker前面说过 他会自己注册到Lukeeper上面去 不需要主控去单独的查询发现 所以一旦这个Walker安装之后 就可以直接投入使用参与测试了 那如果这个测试计划有变化 需要缩容的话 也是需要管理人员他去 把不需要的这个Walker 进行手动关闭 那这种管理方式 对于测试规模 频繁切换这种场景来说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高效 因为基本上都是要依靠管理员 去根据测试人的需求 然后频繁地去启停这个Walker机器 所以今年开始呢 我们也是 开始把Kubernetes 引入到我们这个部署上面 主要是Walker这个部署上面 那么希望借助Kubernetes 像这个弹性扩缩容这种能力 能够提升整个发压机集群的一个管理和部署能力 那这块就是Kubernetes部署以后的这个Walker Kubernetes部署以后就取消了原来测试代理这一层 那直接改成就是装有解密特测试容器的Pod 跑到各个 运行在各个Kubernetes的节点上 然后主控机通过Kubernetes的接口 去对接Pod进行一个调度 那这块是改造以后的一个测试流程改动 主要也是在这个申请测试任务这块 原本是有各个测试机去主动的申请 竞争测试任务 那现在就改成有测试调度模块 才根据测试请求的需要 然后计算我测试所需要的一个Pod数 然后去调用Kubernetes的接口 创建Job 在这个Job中就会运行相应数量的一个Pod 那测试这个测试运行过程中的话 也是通过测试调度模块 对这些Pod进行一个协调管理 然后测试结束以后 这些Pod上面工作完成 然后Pod也就结束它的任务 这个Job状态改成Compate之后 计算资源也就被释放出来了 那这边我们再讲一下就是 一个私网测试中的多租户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的背景是这样子就是 我们团队不同产品 它们是有一些私网测试的要求 然后包括我们SaaS平台上的一些外部用户 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私网测试的要求 因为公网测试一方面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延迟 另外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流量消耗 所以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私网测试的需求 那我们内部使用华为云会比较多 各个产品之间的 各个产品团队的这个备测应用 都是部署在不同的华为云账号下面的 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性能测试的话 在每个云账号下面去部署一套测试系统 肯定是一种方案 但是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的方案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本质资源共享这样一个原则 然后可以用一套测试系统 通过VPC对的连接去打通 不同的云账号下面被测系统 和我们这个测试系统之间的网络 然后进行测试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隔离不同用户之间一个网络流量 并且也能够尽可能在一个区域只使用一个K8S集群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方案 在我们部署这个测试机的K8S集群上 是会划分为不同的节点池 那不同节点池之间 它们是用了不同的磁网网段 不同网段之间是相互不重叠的 那我们像这里有两个用户 这两个用户他们都已经跟我们这个K8S集群 建立了VPC对的连接 两个用户本身用的VPC网段是一样的 然后它上面的备测应用所部署的磁网网段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需要在一个测试系统中 能够同时支持这两个用户进行测试 那我们就 我们方案就是每个用户只会和一个指定的节点池发生通信 这个节点池中它会只加入这个用户对应的路由表 并且只放行它上面安全组只会放行这个用户被测系统的端口和IP 那同样的在这个用户这端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设置 把对应节点池的这个路由表和安全组加进去 那经过这种方式的话就是 每个用户它不会跟 不属于它的那个节点池进行通信 另外我们也对节点池上的节点打了不同的标签 在提交测试的时候也把相应的逻辑进行了更新 会确保说每个用户它提交的测试 只会提到它所对应的 就由它所对应的标签的那个节点上面去 而不会提到其他的节点上面去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是 每个用户它提交测试的时候 只会提到自己专属的节点池上 而不会串门到其他用户的节点池上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网络的隔离 那上面就是我们这个性能测试工具 Xmeter的一些基本情况 目前它可以支持百万到千万级别 这样一个MQTT的连接和消息吞吐的 这样一个测试规模 那后续的话进一步提升这个测试工具方面 一个肯定是说希望能够继续去压榨 发压剂的这个资源 因为使用更少的服务器 就意味着更小的测试成本 那这个一方面是需要我们 对于Xmeter进行更好的改造 另外一方面是需要有一些更加优化的 Xmeter插件来支持 另外就测试工具本身而言 一个是我们希望以后 可以进一步提升它的监控能力 因为现在监控都还是 都还主要集中在CPU内存 能往我等方面 那像更细的力度 比如应用这个层面上的监控就还不太够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简化一下 我们这个系统的依赖组件 除了前面说的一个Rabbit MQ 还有时序数据库等之外 我们这个测试系统还是比较庞大 还会依赖其他一些组件 那么如果能够对这些依赖组件进行精简化 肯定也会进一步提升它的可用性和可部署能力 再有就是现在这个Cubinus部署 还只是集中在发压机这部分 那后续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主控 还有包括这个数据处理引擎也是可以部署到Cubinus上 然后实现整个系统的Cubinus部署化 然后这个就是一些未来展望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 要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